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电脚招牌红发 老板娘每到过年都会特别set做生意 超过72小时纸米一下下 老板娘说过年前都这样 只要是传统市场满满的人潮 从嘉义台南状况都差不多 贪商业者败足了货来因应 要让消费者买足买购好过年 三天新闻廖国庄 王少爷 朱宇荣 综合报道